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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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有點下跌 就是 我跟各位談過了 我今天講一些觀念讓大家知道 你看這裡 你這禮拜要期待大漲 真的很困難 我們都希望每天都大漲 但是沒有這種事 對不對 就算是有一些標股 主力股 它也是漲一段時間就會整理 何況是正常的股票 所以你要期待 期待這個像昨天這樣 我昨天不在講嗎 你不可能這個禮拜每天都漲200點 然後就一個禮拜漲1000點 不可能的事情 你昨天漲200點 是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就漲了10塊錢 台積電就漲了80點 昨天是因為這樣 台積電就漲了80點 一塊錢就是8點 對不對 523到533 所以大盤昨天會漲200點 台積電就漲了80點 那其他股票加一加減 加加減減 大部分都漲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邊有整理 對不對 這邊整理了好幾天 那指標鈍化了 那你上來以後 你上來以後 我預估這禮拜最高到這裡 這禮拜 我不是說這禮拜 我這禮拜 這禮拜 全世界都沒有人在漲 這不是漲 這個叫 一樣跟台北股市一樣是做反彈波 那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這個台幣漲成這樣子 一直貶值 台幣一直貶值 就表示說日元一直貶值 這是一定的 就是非美人貨幣它這方向是一樣的 只是強跟弱的問題 韓元也是貶值 都一樣 相對美元 那表示什麼 外資它必須要有錢 它會貶值 那外資錢從哪裡來 你說外資放在定存 把它定存解約 我們央行不會同意外資去放定存的 也不會 不會允許他們炒會 他們如果把美金 他們如果會到之前會進來對不對 錢會進來 你要放在銀行裡面勝利息 我們央行不會同意 你要把他投資 他規定說拿來投資我們的股票 投資有價證券 你投資債券也可以 所以他不可能允許外資這樣做 但是外資需要錢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錢 我等一下再講 他要錢的時候 他當然就是要賣股票 不然錢從哪裡來 我就跟你說 他已經放在股票 當然要賣股票 所以為什麼最近都在整理的原因在這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美國沒有漲 他一定會賣台灣的股票 所以美國沒有漲 他為什麼不賣他們自己的股票 他有賣 怎麼沒有賣 他賣得更多 他還賣日本的股票 賣韓國的股票 全世界股票都在賣 這規定的 美國只要跌 全世界的股票都要賣 這是規定的 這還要講嗎 為什麼要賣股票 因為趨勢現在在走空 對不對 就是股票市場是漲漲跌跌 現在在跌勢 跌勢當中 他就必須要減碼減倉 這是規定的 尤其是被動型基金 沒有像投資朋友 每天都在買股票 每天都在看漲的 沒有這種東西 股票又不會每天都漲 那其實有漲有跌 漲的時候你才買 跌的時候你要避開 你不知道 那為什麼要賣股票 大家有沒有想到 可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 美國的殖利率最近 最近以來 當然已經一段時間了 美國的殖利率 一般來講 像台灣有掛牌的ETF 大部分都是20年期的 20年期的美國國債 大部分 台灣大部分都是20年期的公債 或是台灣的公司債 大部分 很多的ETF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 你想想看 美國一直升息一直升息 費的一直升息 升到現在 已經5點多%了 那房貸利率已經升到7%了 那等於是 美國公債的殖利率 它已經是 如果以這個 以這個10年期的 以這個10年期的 美國公債的殖利率 指標利率 它現在已經4.7%了 10年期還不是長期的 還不是最長期 最長期有20年30年 對不對 那你看4.7% 它就贏過於很多股票的報酬率 連報酬率 對不對 所以債券就會比較吸引人 因為 美國因為殖利率上升以後 債券價格會往下跌 人家如果要長期投資的人 人家是為了賺那個利息 但是資本利得也 如果股票價格 如果那個債券價格跌下來 他去買 也可以 以後如果漲起來 他也拿到資本利得 那資本利得跟利息 它之間會互相的一個轉換 那我今天會講什麼 我要講一個東西 我要告訴我的觀眾 如果你今天要長期投資股票 我不贊成 我第一個我就是不贊成 你長期投資股票 因為股票上上下下 你報上報下 最後沒了 你這樣 譬如說這樣子好了 你長期投資 譬如說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 長期投資 那這樣子 全部都輸光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長期投資你要有本事 也要看點 點位 如果你在這邊買 那現在撈到不少錢 這個才是對 觀念 長期投資的觀念 它不是完全正確 你要看基期 如果是高基期你去買 不是就套牢 不是就套牢下來了嗎 我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所以很多人去買那個基金 你也要看位置 你去買到高檔的基金 它還是照樣賠 你不要開玩笑 我講一檔最簡單的股票就好 叫0050就好 0050不是最標準的嗎 上市最久的ETF嗎 那你買在這裡還是套呢 這邊指數是18600的時候 你買這裡還不是套牢 不是這樣子 不是講一句話 長期投資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如果是長期投資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我們當投顧老師幹什麼 那你也不用看我的節目了 因為反正你 反正你就是要長期投資啊 我跟你講要賣掉股票你也不賣啊 那幹嘛看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要買 譬如說台灣很多的ETF 尤其是高股息的ETF有10幾檔 台灣的這個ETF總共有 對不對高股息的 高股息就有10幾檔 那台灣總共這個ETF 有關於這個ETF 股票型的這個ETF很多 那高股息大概最出名就是這一檔 我之前講過了 我跟你講 你一直要買這種股票來配息 是不對的 不對的觀念 絕對不正確的觀念 我以前講過很多次了 老師你就是因為叫我們參加你會員 才叫我們不能買這個 我不是那麼不要臉的人 我又沒有叫你一定要參加我的會員 參加會員是要做短線 你要長期投資你不要來找我 我也跟你講過我也拒絕你 你要報上報下 你要不要找我 你找我不好 因為我不會叫你這樣做 但是為什麼我 我跟你講說你買這種東西 你買這種東西來參加每一個月的配息 或是每一期的配息 這種觀念不見得正確 你要看位置 你要看位置 那我剛剛已經講到債券 為什麼我先講債券 大家好朋友跟我說 你聽我的話 你如果要長期投資 我前提是說你如果要投資一年半載 甚至更長時間 你現在去買債券 債券基金 債券ETF 不一定是債券基金 債券基金投信也發很多債券基金 台灣投信有三四十家 那你自己去挑 台灣有三四十家投信 包含外國的 總共三四十家投信 那經理人會幫你處理 你去買他們的債券基金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想這樣做 我們在這個市場裡面 交易手裡面 它就有這個債券的ETF 那為什麼我提到債券的ETF 因為債券的ETF現在非常的便宜 那老師我買了以後不是更便宜嗎 我要跟你講 我剛剛就跟你講 Fed的升息一般來講預估 今年還會一次 就是一碼而已 那表示說升息這一兩年來 升息已經進入了尾端 尾端 尾端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一直要升息 一直升息 所以美元才會一直強 美元強勢 不是啊 相對的嘛 而且升息美元就強啊 那美元現在不是就強 跑到美元ICS不是 ICS不是跑到了107塊了嗎 就是美元一直強上來 對不對 那我告訴你 像明年的費的 基本上要再大幅升息 幾乎已經可以排除掉 對不對 但是你說要降息 不一定會降息 我之前講過 通膨沒有壓到2%或是2.5%以下 你別想要降息 所以不要一廂情言一直講 費的要降息 不會啦 美國要維持高利率要好幾年 我可以跟你講 那你這樣 你這個譬如說 美國接下來它已經很難再升息 的原因是因為 它現在升息之後的地緣效果 它會一直壓抑 壓抑把通膨一直壓下來一直壓下來 慢慢壓下來慢慢壓下來慢慢壓 從9%的通膨率CPI指數一直壓 壓到現在已經3%4%了 對不對 它會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長期性會自己把它壓下來 但是它不會很那麼快 不會那麼快 那你想想看 現在美國的殖利率 像10年期的4.71% 已經是升到了16年來的高點 包含了日本的殖利率 或是德國殖利率 都是一樣 所以像德國昨天在大跌 都是因為他們德債的殖利率飆高 飆到快3%了 德國的利率是比美國少 這個大家都知道 日本更低 那你想想看 那就是因為美債的殖利率一直往上升 所以台灣會同步 所以你會看這個 我給各位看這個 比如說我來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叫 我來講的是這個 長期投資是沒有用的 不要跟我講長期投資 像這個元大美債 這個比較紅的 或者是國泰美債 20年這個正二 我拿正二來看 不管是10年到20年的 台灣掛牌這個是美債20年 這個元大美債20年 它不是10年的 20年 正二假如是兩倍的 那如果只有 那如果只有 沒有不是兩倍的 它是就是679 679b 等一下你自己看 這個掛牌是40塊 一掛牌也從來沒有撞過 你去買40塊的從來 沒有賺過 然後長期這樣滑下來 現在剩下8塊 你說長期投資會賺錢 我不是 我現在為什麼跟你說這個 美國會不會一直升息 第一個 是不是已經開始慢慢 漸漸的 不太會升息了 所以利率再怎麼飆高 利率再怎麼高 也是有個天花板在 這個你要先認知 那這個的走勢跟利率是相反的 完全相反的 這個大家都應該懂 成8塊 我給你看 比如說這個 這個一倍的 這是一倍的 一樣是元大美債 一倍的 它現在是28 那這是元大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檔 應該是又 國泰 國泰 國泰20年 國泰20年 它還是掛牌是40塊 你去買從來沒有賺過 你去掛牌以後去買從來沒有賺過 都是套牢的 所以你說股票 長期投資會賺錢 你不要騙我 我沒有在心這一套的 什麼8塊 不到8塊 因為這兩檔規模比較大 比較紅 所以我 其他還是很多 我不是 我沒有要帶會員做這個 會員你在看 我先跟你講 我沒有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是做跌算的 我們是做價差的 這個東西 我是要告訴投資朋友 如果你要一年半載 與其你去買ETF 還不能買這個 因為ETF風險高 它是跟著股票跑的 這個是債券 你要開玩笑嗎 所以我來講 你這個投資朋友 你研究看看 研究一下 我好意跟你講 你買這個 你不會賺到股票 我也不需要你賺到股票 我股票也不可能買這個 你了解 你了解關於什麼 所以 我在利用這個 今天 這個大盤 這個量收下跌的階段裡面 我跟各位 分享這個觀念 那我也跟各位講 你別想要漲 我直接禮拜一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 你這個禮拜別想要漲 賣行就多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諮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績效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諮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的 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比如說 你說老是ETF 我不會贊成這個東西 我也不是批評 我是告訴你觀念 它就跟股票一樣 比如說這個 這個評準金 評準金沒有很厲害 評準金就自己拿錢給自己 當你去申購 你去IPO的地方申購 一般來講 你在市場裡面買賣不叫申購 那是直接買賣 在次級市場 在交易手 我講的是初級市場 發行的初級市場 你跟他買了以後 他就要提拨評準金 提拨以後要配息給你的 那如果說有多賺錢 是受益評準金加進去的 如果沒有賺錢 就是拿你原本的本金去配 說明就是這樣 你自己拿給自己 沒更厲害 所以你知道 你看之前配息它也沒有填息 那不是這個月又要配息了嗎 我告訴你 這不是穩賺的東西 不要在那邊講那些有的沒有 哪有什麼東西穩賺的 它是這個標地物是投資股票 那你股票如果走勢不太好 它怎麼可能會漲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參考一下 我不是說那個不好 我是說 一樣你要做差跡 你還是要高買低賣 你ETF還是高買低賣 我剛剛不是想拿0050給你看嗎 你ETF如果你沒有高買低賣 你沒有做價差 你買這裡 這裡不是賠了嗎 你買這裡才厲害啊 你買這裡怎麼會厲害呢 你講我的意思嗎 你說為什麼不會大漲 因為它壓 我已經解釋過很多次 因為壓制力太強了嘛 短空加中空 所以反彈上來 這個禮拜反彈上 如果能夠到這裡就不錯了嘛 你就聽了聽了就好了 真正會大漲的時機 我已經跟各位報告過 我認為應該是這個雙十節以後 就下禮拜以後 我們才會正式要策動灰金北商 因為整理時間跟空間才足夠啊 你一定要讓它整理 而且要配合國際股市整理 因此啊 為什麼我昨天就跟各位報告 我說這禮拜啊 我們要退出百分之五十的股票 的現金出來 我們只願意留一半的現後部位而已 那為什麼這禮拜要賣 這禮拜在反彈啊 我總不能這邊賣吧 我要賣股票不會選在這邊賣 或是這邊賣吧 比如說我要賣股票啦 我要選在這邊賣嗎 我就是三百五十 我要賣股票我要選選這邊來賣啊 是不是 或者是我要賣股票我要選這邊來賣嗎 我當然是選好價位來賣嘛 比如說像昨天 我這邊不是買220.5買進嗎 這邊沒有買啦 我們要像其他老師每天都在買 然後算最低買到那個價位 沒有那麼不要臉啦 我買就買一次而已啦 你也知道我這怎麼做的啦 我買220.5嘛 那你現在昨天我不是說先賣一半嗎 啊老師今天沒有跌多少 你賣一半你也要大小箱 我沒有大小箱啦 我是好好跟你說啦 我先賣一半是不行是不是啦 不可以嗎 交易所有規定我不能這樣做嗎 我會員100張不能賣個50張喔 我一定要100張買進100張賣出嗎 誰規定我要這樣做 我100張賣一張也可以啊 不是這樣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或者是我投資朋友買了兩張 我賣一張不行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那為什麼我要先賣 因為我認為不會過去啊 這一波不會過去啊 就是這樣啊 那你說世心 世心我也是講過啦 我100 25買啊 我後來賣一半啊 這邊賣了 還不是賣在這個高點 我賣這裡而已耶 那你說你為什麼賣一半 你實際上一半給他留著 讓他跑來跑去 我賣50張 我不怕輸啊 我也不怕在那邊啊 我不怕在那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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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賣菜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賣菜嘛 但是這支我不可以賣菜 這支賣不到啊 這支賣不多啊 這支賣不多啊 又不可以賣賣菜菜 那時候又輸了 那時候沒有了 變白搭的啊 這個也是一樣啊 這支我每天都在說啊 這個談起來以後對不對 較大的壓力在這裡 我先跟你講 我預估這禮拜 我要把它全部除清 偉創 我先跟你講 我預估這禮拜五 今天禮拜二而已嘛 因為我認為這禮拜會反彈 但是談不多 它就是上上下下 比如說昨天大漲 今天大點 明天也有可能大漲 譬如說這樣的意思 所以整個週K線 不然在落後啦 譬如說老師這個 我有幾個例子嘛 這個嘛 老師這個呢 這個我也常在說啊 這個我也常在說嗎 二七八買啊 三四五賣一半啊 回撤 買回來啊 買二九九點五啊 現在就付五了 如果我二三四五沒有賣一半跌下 我怎麼有錢買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比較常講啊 你說這個 這支就沒在蓋的啊 這支在這邊賣掉 以後回撤我怎麼買 你也知道啊 這個在我們成本附近啊 所以這個比較有機會啊 所以 比如說像這個 就不需要減碼嘛 這個已經減碼過了 昨天我這個昨天 昨天我在漲停板賣一半耶 我第一點買的 壓下來叫季線 到季線為什麼不賣 我是看技術面的 我沒有在跟你講 基本面那些廢話耶 昨天是不是賣一半會員 漲停板耶 那今天也沒有跌很多 我不是跟你講我賣一半嗎 如果我全部看話 我全部都把它賣了 就像視線一樣的做法 那我一百張賣個五十張不行嗎 為什麼不能賣一半 對不對 賣一半或是停損一半 這個是好方法 這沒有錯 這是交易的方法 這完全沒有錯 這個是法人的方法 法人的操作方法 法人他們股票那麼多 他們也是分批買進分批賣出啊 你懂我意思嗎 那老師那你這樣的意思是 這個禮拜你是要把 你要退出百分之五十的現金出來 然後留百分之五十的股票 沒有錯 我們要做一些調整 因為現在目前是整理盤嘛 那整理盤我不是看大漲 不看大漲的話 當然是價差操作啊 那我也跟你講 如果你要做股票 做價差操作 你要找我 但是如果你要長期投資 你也不用看我錢 我跟你說 你也不用看我的節目 不要聽我這邊廢話 你就去買再見 你去我幫你介紹的 你也不用參加其他老師的費用 你參加不好 因為投資老師都是價差操作啊 沒有人在跟你講 放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 一百年的啦 沒有啦沒有這樣啦 這樣怎麼 我們這樣收費人是說 說好玩的是不是 你知道我意思嗎 交的好友 那有任何操作問題 拿電話當公司來行為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我去找找找到這一點 我去找找人 你唯一嘯 我去找找人 我們去找人